在美國加州的洛杉磯 他們的健身房又是怎樣的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個視頻就會和大家分享 在加州的健身房 和慈悲到費用 我都會和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過來健身的地方 就叫做LA Fitness 這間健身連鎖品牌店 在加州有更多的分店 只要你付費成為了他們的會員之後 你就可以在他們任意一間分店去健身 我亦都聽人分享過 他們為了窮遊省錢 自駕遊加州的時候 就會去健身房內洗澡 睡覺就在自己的車上 這樣的窮遊法真的省了不少 這個位置就是接待客人 買會員卡的地方 比較划算是一年半卡和三年卡 一年半卡每個月相當的費用就是$32 三年卡最划算 餵到下來每個月才是$27 一齊來看看二、三十元一個月的會員費 所享受到的健身環境如何 這邊就是動感單車房 上火的時候真的超級的動感 兒子說這就是練彈跳力的博 叫做跳箱 這裏就是裝直接飲用水的地方 接著再看來這邊就是力量區 在這邊健身的人 亦都喜歡戴著耳機 自己聽著自己喜歡的音樂 單獨健身 現在無論在哪裡 越來越多的人都非常重視自己的健康 接著我們就上來二樓 二樓有很多跑步機 還有踩單車的機器 我每次來都喜歡將阻力調高 踩半小時 整身汗才舒服 接著這邊兩個就是兩個壁球室 而我的兒子每次過來都喜歡在這裏玩 木地板的籃球場 在開了空調涼爽的溫度下 木地板的場地裡玩籃球 是多少國內喜歡打籃球人的夢想 在這邊只要你喜歡打籃球 個個都有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下玩籃球 你們看看這裏的課程安排 凌晨五點半都有課 這邊的人喜歡一大早和晚上過來健身 尤其是早上人更為多 健身後他們就會開始一天的工作 管理自己的身體 努力工作賺錢 良不悟 實話實說 這邊的健身器材 比國內的很多健身房都豐富很多 這裏就是酒精消毒紙巾 很多人在自己健身後 會將器材抹乾淨 方便下一位使用者使用 接著這邊就是重量區的啞鈴 重量全都是以磅數來計算 重量的選擇相當多 我就看了一下 竟然有換算過來 差不多是50公斤重的啞鈴 健身房裡還有一個室內泳池 剛剛好換好水 在男女的更衣室裡 都陪有乾淨室 乾淨室裡有人我就不方便拍 這裏就是鎖架軌 數量足夠的多 洗澡、洗手間、化妝間 空間都是超級大 你們又覺得 健身費用每月27至32元 值不值得玩呢? 今天的視頻 在美國的洛杉磯 他們的健身房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吧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你們